如果你想打好台球,但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那么从今天起,脸哥将从基本功最细节的方面教大家打球 基础好的朋友重新检验一下自己 基础不太好的朋友更要认真听了 从最基础的开始,当我们拿起球杆之后 应该把球杆放在哪里呢? 首先要进行的是两点放线 两点的意思就是找到白球和目标球正确瞄准的位置 对于直线球来说,两点很简单 就是白球中心点,目标球中心点和带口中心点这三个点位 把球杆当作一条直线,将这三点连成一条直线 红色的叫基球线,蓝色的叫进球线 直线球自然就是两条线相重合 你以为这样放就行了吗?提醒大家一个细节 在放球杆的时候,尽可能让球杆最前面皮头的位置比母球近一些 无线接近于白球 这样在趴下之后就能第一时间瞄准白球了 做好这个细节 对基打白球瞄准点的准确性以及理解干头接触白球的时机极其重要 更多的细节和干货内容,请两个一期一期慢慢讲 下课 今天我们进行试过的请进行试图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